8月31日,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兴机场片区正式挂牌,标志着地跨经济两地的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正式启航。 按照国务院批复,河北自贸试验区的实施范围119.97平方公里,涵盖雄安、郑定、曹飞殿以及大兴机场4个片区。 大兴机场片区总面积19.97平方公里,其中北京方面9.97平方公里。 北京商务局局长颜立刚介绍,此次设立包含经济两地的大兴机场片区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依托大型国际航空枢纽,二是主攻服务贸易和科技创新,三是对标高位启动。 设立大兴机场片区有利于充分利用大兴机场零空经济区及中保区高起点高标准规划设计优势,实现纵横联动条块结合,良性互动。 严立刚指出,大兴机场片区北京大兴的货批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政策叠加优势。 一个是在外资准入方面,大兴机场片区北京行政区内将适用自贸实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外资准入政策。 二是在营商环境改革方面,我们将推进政召分离改革,也将落实全环节商市登记制度改革等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配套政策。 三是在金融服务方面,我们将按照国务院批复的总体方案进一步放宽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的准入条件, 以及其他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的举措。 谈到下一步的工作,北京市大兴区区长王有国表示,大兴机场片区将重点推进以下创新改革任务。 一是抢抓机翼扩大优势,二是集成政策主动作为,推动高端产业开放发展,三是迎市而上,共建共享,共助经济一体化发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